HELLO 大家好我是陳寗 我們今天下期的小明星 全超人最強之奶喔 那昨天晚上今天讓哲平休息一下喔 今天看到影片的時候是11月3號 那今天11月2號的時候呢 哲平就是 還是有花時間來錄影片啦 所以大家的話就可以繼續在我們的 11月3號的時候看到哲平出影片囉 那我們原本其實昨天就是要來抽我們的大雄眼啦 不過因為... 昨天在外面喔 所以時間來不及喔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改今天抽給大家看 但是不僅來說的話 因為現在哲平的那個... 欸錢包啊 裡面是沒有錢的狀態啊 所以還沒辦法課金喔 所以這邊我們可能要先來買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的那個... 禮包區的那個就是... 卷子喔 先用鑽石來買一下卷子啊 不然其實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買那個... 沒有辦法買我們的就是那個什麼 禮包啦 因為沒有錢啦 好不好 哭哭啦 各位 哭哭啦 那見上哲平抽角色的原因 不是為了要就是讓技有多強或是怎麼樣喔 其實我抽角色 大部分都是來收集角色的啦 所以大家就是會看到哲平雖然有那個角色 但是沒有說把他用的那麼厲害 因為其實這遊戲的話 基本上你要讓他更厲害的話 就是必須要讓他給突破啊 或是抽更多角色 你的戰力才會有所提升 或是往上提升 或是花更多時間去打他的碎片 那像哲平那麼多隻角色 都想要把他練起來的話 就必須一定要那個... 花很多的時間去把其他碎片打到啊 除非用抽的這樣子喔 所以稍微會比較弱一點點 但是其實我玩這款遊戲的目的就是... 看角色的美就對了喔 好 那我們進入話就來看一下我們的怪人啦 目前來說51張的卷子 其實應該也還蠻夠的 而且上一次基本上我們就有先抽一些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上一次的話也有累積下來的話 我們這一次搞不好40抽或是50抽 就可以抽到我們就是第一隻SSR角色 那如果第一隻SSR角色 就是我們的這個張萬怪的話 那就爽歪歪啦好不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張萬怪這邊看起來 基本上就是一個... 也是比較功能性的角色 但是核心聽說非常非常的厲害喔 所以這邊的話 大家都可以考慮來抽一下 那大家也可以下面留言跟數字的評 你們這次花了多少抽 才抽到我們這個大窘眼的喔 好 來我們第一個10抽 大窘眼 要不要來了 來吧來吧來吧 SSR金色的好不好 然後標語是什麼我不知道 哪一次沒有經歷或進化 這是奇納斯博士 OK 沒有問題 博士 哈囉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大窘眼 第20抽 感覺這一次好像3、40抽 應該就會中一隻SSR 我有那個預感喔 我覺得是 好 這是SS 喔 這是SR的 不想蒙羞就成為像我一樣的英雄吧 是我們的蛇咬拳史內克喔 沒有問題 喔 兩隻SR喔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 垂頭 也很久沒有讓垂頭登場了欸 以前剛拿到垂頭的時候我還蠻開心 因為垂頭的話看也就是 暈眩敵人啦 還算是不錯 第30抽 來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對 SSR要登場了吧 來囉 金色的 沒有 好 這是我們的 竹筍俠 那看來我們這50抽 感覺應該是沒辦法把那個SSR帶回家了喔 應該是沒辦法了 呵呵 但是應該基本上還要再來個3、40抽吧 應該才可以再抽到我們SSR 然後這是我們的 欸 真正的力量 那是我們的獸王 獸王基本上碎片已經滿新啦 所以就還好啦 好 最後的10抽 到底有沒有機會是SSR呢 看一看哈 最後的10抽了好不好 那剩下我們就明天再抽 因為現在也沒有錢了 有沒有 好 沒有 我只是儘快執行我的正義 這是我們的甜美甲麵 GG 好 沒有了 可惜啦 比較可惜 但是沒有關係喔 我們明天的話再來買禮包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充值 哈哈哈哈 可憐可憐的我喔 目前抽了50抽 然後是沒有抽到張萬怪好不好 那大家如果有抽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你們花了多少抽 把它抽出來的囉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今天上一次 基本上水嫩嫩囚犯是被我們打爆了 所以現在我們剩下的時間 就來繼續打一下 英雄插怪人 我覺得基本上不要有追擊角色的話 我們應該都還算是可以打 21層 唉唷 完了 這背鏡大師感覺應該也不好惹吧 應該就是那個 盾牌很硬的一隻角色喔 這可能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這邊的話我們看一下該怎麼辦 我覺得 應該是可以用這個 然後 然後這樣 然後吉娜爾斯博士在前面擋著 好不好 我們這邊其實 豪傑已經80等了 威力應該也還算是不錯喔 要知道豪傑拳就可以直接把他給打爛了 這護盾感覺超 超超硬唉 那應該也是要用那個什麼唉 應該也是要用那個就是 要用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什麼 他打我們會自己反傷的那個效果 來打他會比較好 應該要這樣子 要不然就要靠這個額外的受傷這些來打 我覺得 要不然到時候又要再把那個 深海王放進來 因為深海王那個才可以就是 讓他自己那個 受傷喔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哇一拳 一拳超人啦 直接把我們給揍爆了 來 豪傑拳 我不知道 崩壞好像也沒辦法把那個盾牌弄掉 所以崩壞感覺好像 也不是說那麼的好用的一個東西 那個 西阿嬤吧 西阿嬤 別再給我吸收了 上天常去 抓抓 真的是依靠獸王的抓抓在打 王者連踢 OK吧 還好 抓抓抓抓 繼續抓 他應該會撞到後面的豪傑喔 喔豪傑 掛了 我想說應該不會死就掛了 可憐可憐 好 受傷了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 下半感覺好像也沒辦法打太多欸 我覺得他的那個就是 背心衝擊啊 也是蠻痛的 這隻我覺得真的可能要派那個 派那個深海王的那個核心喔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如果沒有吉納斯博士這佈置的人的話 感覺也是 沒有辦法打欸 但他這樣 他待會應該要來撞我們了 他等一下在那個 背心情報來撞上面那一盤 應該 應該也是蠻麻煩的 哇 那感覺這隻的話還是 還是要依靠個反傷會比較好一點點欸 應該是這樣子的 要不然其實 感覺那個 基因博士那邊的話 好像也 也沒有說那麼頂好 要不然就是要調一下位置 要調一下位置 獸王不能在上面我覺得會比較好 對 獸王應該是不能在上面 然後讓獨角仙他們在下面這樣應該會比較好 這場應該是去了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喔 沒有那個獸王的抓抓 基本上打不出什麼傷害 你看我們這樣 隨便亂踢啊或是幹嘛的都沒有辦法 好不好 你看 全部都被這個無敵護盾吸收掉了 尷尬 要爆開了 要爆開了啦 他完全打不痛欸 欸有有有受傷了 受傷的話這邊還有一點小機會 但是他沒有受傷的話就基本上很難打到他 打不到什麼傷害啊 這邊只能用受傷來弄他的那個傷害 哇 痛死 再來 所以我覺得這關可能還是要用那個反傷 反死他會比較好 他打我們都會有傷害的應該會比較OK一點點 不然不然你看我們要爆開了 欸真的很難打捏 哎呦喂啊 他應該是也可以直接把我們撞死吧 多角線爆了 這個應該沒辦法好不好 這個 再用用看那個深海王的核心試試看好了 這個盾牌真的是蠻麻煩的欸 都沒有什麼可以破盾的角色嗎 豪傑應該讓他下來 然後 独角先應該讓他在 在上面 用多一點的獸王抓抓 應該比較有點小機會 不然就是独角先這樣 然後波羅斯在那邊 這樣應該 也不一定欸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核心了喔 但我們先 我們先用 波羅斯 就是吉納斯博士這個核心試試看 然後待會再用那個 深海王的好了 應該這樣會 比較好一點點 應該是這樣 好不好 未來湊一下 因為我們就用 就是吉納斯博士的那個先來 扛一下看一下那個 獸王這邊 跟獨角先 跟那個 我們獨角先是不是比較 能夠不要死 這樣子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抓抓抓抓 我們要利用他的那個 抓抓大招繼續抓 比較有機會 來來來 抓起來 777 可憐的索尼克 好這邊的話有了 然後 繼續抓 然後 深海王這邊應該就不開大招了 因為他也沒有受到什麼傷害 所以應該 大家不要低 加油啊 這樣有沒有機會 這邊打到受傷了喔 有點可惜喔 王者連踢 踢起來 抓抓 可以吧 可以吧 然後他上面用那個 中間先來 但我覺得下面兩隻放戰的話 應該可以就是打更多回合喔 應該會比較優秀一點點 因為他中間抓完之後的話 還要再抓上面 然後我們這邊 獸王他們都 等比較久 應該比較好一點點 這樣應該就可以啊 有機會好不好 這樣應該有機會 因為他要先打中間這隻 然後再去撞中間這隻 這樣子 應該是ok的 沒有喔 中間這隻應該是要那個喔 其實應該只有一隻而已 所以他要先撞上面 可以可以可以 是 抓抓 繼續抓 我覺得這樣就比較好一點點了 然後這邊再 來 深海蓮打 抓抓 有吧 會把他耗死 欸 不一定欸 我覺得這樣感覺打不死欸 因為他那邊上面撞完之後 就要來打下面了 有沒有 然後下面的話這邊 我們應該也是很快就死掉了 咬他們背心情報 然後上面還會再來兩隻 好不好 兩隻小的應該還行 試試看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你們還有機會 你們還有機會 抓抓 欸 不行欸 他先打欸 他速度怎麼那麼快欸 完了 我們那兩隻 形同廢物 各位 完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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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辦法欸 這沒有辦法欸 只能看一下他 補弓會不會打不死 我們的那個獨角仙喔 哇 這個背心大師 很硬啊 瘋狂護盾 他只要補弓沒有打死 我們獨角仙 我們就有機會 好不好 我們就還有機會再打個幾波 然後他背心情報 已經撞得死我們 那就比較麻煩 快抓死他 別死 喔 沒死喔 水啦 反傷反死 好險喔 喔 好險好險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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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還行 哇 但是真的 真的有點硬 好啦 我們計畫基本上 我們的第一隻SSR角色 還沒抽起來喔 但是 我們明天的話 再買禮包啦 因為今天沒有錢了 QQ沒有錢怎麼抽 大九點 那大家現在抽了幾抽 才把大九點抽出來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了 好不好 那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此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那麼多大約會兒 我們來找一遇 看不齡 任意 我 是